大家好,这里是花苗娱乐,我是小编 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郑爽跟张恒 郑爽张恒在昨天,也就是4月6号 开始在美国打孩子抚养权官司 这官司其实挺不好打的 就连美国法官这个脑袋都疼爱 因为涉及太多因素了 开庭了,只见张恒穿的西装革履的 整得还挺精盛 然后跟郑爽还有律师开始辩论了 张恒接着上次法庭说的话继续说 上次他表示郑爽精神有问题 然后再次说郑爽他家人威胁他全家 法官直接给驳回了 法官表示,这跟孩子抚养权有啥关系呀 然后郑爽律师问张恒 听说你曾经对郑爽说了上百次要打死他 哎,你承不承认 张恒表示那是开玩笑 然后又找借口说是喝大酒喝多了 不知道说啥了 不过这次张恒啊,很难说服大家 哎,郑爽粉丝看到后非常来气 直接连麦加入到混战中帮助郑爽 这些粉丝一个个也挺厉害 哎,那英语说的顶呱呱的 这场面相当混乱了 美国法官都快整风了 麻溜暂停了一下 大家冷静很长时间继续开始 法官问张恒 需不希望郑爽和孩子多相处 张恒表示,如果郑爽对孩子好可以 不过目前没发现郑爽爱孩子 孩子也不喜欢郑爽 张恒还说郑爽跟孩子见过两次 孩子很怕郑爽,所以一直闷闷哭 所以这个张恒意思就是两个孩子抚养权还得归他 因为郑爽神经有问题 让郑爽做这个精神鉴定 然后鉴定结果出来了 如果精神有问题,那么就不用接触孩子了 郑爽方表示希望得到探望孩子权利 慢慢跟孩子建立感情 然后让孩子在郑爽家过夜 然后大家就一直争论这个事 争论了五六个小时 给美国法官长得这个脑袋老大老大了 于是表示这事两周后再说吧 小编赶脚啊 这次法官对郑爽态度有所转变了 这么看小编认为共同抚养孩子应该会是最终的判决 让我们继续等待结果 好了本期小编就落到这儿 最后小编问大家 你对于张恒说了上百次要打死郑爽这事儿咋看呢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点赞留言告诉小编 哦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 走